大雨一直下未来一个星期中南部预计都会有猛烈的午后雷震雨 要等到下周三降雨才会趋缓 记得礼节为您说明 最近的水汽都非常多 尤其是午后雷震雨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会狂炸全台湾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各地也都受到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整个降雨的状况是从北到南 尤其是山区部分是非常的剧烈的 不过到了今天晚上甚至是明天清晨 水汽会稍微减少 不过要注意的是从明天白天之后 整个降雨状况又会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在中部的山区 整个也是从北到南都有可能会受到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因此这边特别提醒 我们现在是受到低压代的影响 也因此中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其实是会增加的 而且要注意的就是在星期天之后 下雨的强度会更加的剧烈 而在星期六之前要注意中南部可能会有好大雨的发生 而目前气象专家是有特别分析 其实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六 也就是8月17号 可以看到受到西南风再度增强的影响 也因此整个中南部地区降雨的状况是蛮剧烈的 所以特别提醒周四到下周二 其实影响的方面是最显著的 而且西南风增强 迎风面在中南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好大雨的发生 而最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这西南风会带来降雨的强度 有可能就落在大雨到好雨的等级 也因此接下来这个星期几乎都有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大家出门在外 别忘了 细带雨句 财务自由是很多民众的最大梦想 难度当然很高 专家有五大建议上是一定要减少债务负担 制定预算 并且严格执行才能够拒绝求忙 累积财富 记者李杰的说明 万物起涨 但是我们的薪水似乎是没有涨 该怎么摆脱穷忙足呢 现在专家分析了五个方法 让你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首先第一点就是制定预算 也就是要看清楚你到底有多少收入 列出固定开支 像是房租费等等 再来就是变动开支要有所规划 有点像是你的娱乐费 尽量不要超出你的开支了 再来开源节流 所谓的开源 也就是像是增加副业 或是有些兼职的工作 但是也是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要超过自己的负荷了 第三点就是要建立应急的基金 这个应急基金最好是至少三到六个月 也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的这个基金是可以足够让你支撑 像是医疗费 或是一些半年之内的生活费等等 以免得说真的发生像突发状况 你还要再去借钱 有可能会让自己背负债务 而第四点就是学习理财投资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理财的方法 像是一些投资股票等等 但是还是要注意 其实这边还是有很多诈骗的 如果是稳赚不赔的讯息 当心就有可能有陷阱 而最后一点就是减少债务的负担 这边有特别分析三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偿还利率高的债务 也就是利率高的赶快先把它还清 而第二个就是尽量协商能够降低利率 最后就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都能够让你实现财富自由 不要为了钱帮手帮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